菩萨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这样的功德 所以这也有所谓的菩萨的二十生 实体的菩萨的二十生是我们要真正要想表达的意思 可是它是透有什么的欲呢 是透有声闻、独觉的欲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作为它的欲 来表达菩萨的圣者的这个意思 所以看这个地方就会分了声闻跟独觉的八地 可是以后大家只要听到说是五道、十地、五道、十地 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只有在菩萨道才会有大称的 五道当然是三称是共同的 声闻、独觉、大称 五道是共同的 名称也是共同的 但是有十地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唯有是菩萨的 不仅仅是菩萨 唯有是菩萨圣者才会讲到说十地的 只有菩萨圣者才会有十地的 如果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的话 所谓的五道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 知良道、嘉行道、见道、修道跟无学道 这个是所谓的五道 不管是在声闻也好、独觉也好、大称也好都有分出这个五道的 都有这个五道的 而到大称的十地是什么的时候呢 第一次得到出正了为圣者的时候呢 我们就叫他要出地了 他就出地了 可是出地呢可以分为有一个叫说 见道的出地跟修道的出地 这是他横跨两个了 从见道的出地到修道出地 有两个 这出地是横跨着见道跟修道 所以我们不能说 如果是出地菩萨 他一定是见道还是修道 这是不一定的 要看他的功德才知道 所以只有这一地会横跨两地的 不是要说横跨两地 只有你说出地菩萨可能是见道、可能是修道 但可是他的功德也是差得非常大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是说什么 是说从前面的资粮道加行道到见道的出地 这一阶段是什么 它是累积第一大阿森期节的资粮 是在这个时候累积的 所以到了修道的出地是什么 他等于说他要开始累积第二大阿森期节的资粮 从修道出地的时候 在累积第二大阿森期节的 而到八地 就是这七地以上 八地、九地、十地 他在累积第三大阿森期节的资粮 和圆满三大阿森期节的资粮 才成佛 我们不是常常讲说奥塔斯特有发起菩提心 累积三大阿森期节的资粮 成了佛了吧 所以以分时段来讲的话是什么 所以是以资粮到佳行到到建道的出地的这个资粮 它在累积第一大阿森期节的资粮 而到修道的出地到七地 是在累积第二大阿森期节的资粮 而到修道的八地到还未至成佛之前 是累积了第三大阿森期节的资粮 和到成佛他就不用再累积资粮 已经是圆满了 已经果报了 所以就再也不需要这些的资粮再做事 他也不用累积这个资粮 因为所谓的资粮 是要为了承办佛陀果位而累积来的一种能力 或者等于它的因素 为了要成佛而累积 已经圆满了 他就不用再去累积这些的点数 或者像我们现在用的要累积点数 来集集什么 有也可以没有也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他这边来等于说前面是三大阿森 所以以真正的概念来讲的话 我怕让大家太晚了 可是我怕他做一个结合 所以你看他不是等于从时间来算 他是等于说我要累积到第一阿森期节的资粮 第二大三阿森期节的资粮 第三阿森期节的资粮 以一般人来说或者走法 是不是一定要三大阿森期节 是 他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按部就班的 你发起菩提心 就是你时间上来讲 第一大阿森期节 第二大阿森期节 第三大阿森期节 可是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呢 有 不要从密法来讲 从显教来讲的话 他就是有讲到了 他也不用从大乘的论点 从巴黎文的经典 就是小乘的经典里面就有讲到了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讲说 我们在世心菩萨所造的阿比达摩巨蛇论的第四品的最后来讲 他讲到精进度 他说我们导师师阿摩尼佛 因为他那时候 因为大精进的缘故有一次好像是 如果我故事没记住 他是他有一 是因为对那时候的 同样的世家能人 有个叫世家能人 发起极大的发心 他说我要像你一样 他那时候好像是断脚了 只剩下一个脚 只有一个脚 他说我要向你累积 一样的功德 可以快速的这样去承办 他就用一个脚这样子 去绕了一大个山 或者说在世家能人所安住的寺院在这边 他是用很大的苦行 因为他就只有一个脚而已 他这样子不断的去绕 他在这样绕而去累积的福报 他等于说他这样子累积一次 累积了九节的资粮 就是同样的一次的这样子 他等于在快速的时间 累积了九节的资粮了 所以在显教里面 不要说是大圣的经典 连巴历文的经典 就已经承许说可以 不一定要说我们所谓的 累积三大阿森奇节的资粮 就一定要三大阿森奇节的时间了 他只是说 你以这个的量 你在三大阿森奇节里面 可以累积掉的资粮来讲的话 一定要符合这个量来做 所以同样 巴历文将来讲 更何况是所谓的大圣的论点 大圣的论点也更有多 比如说什么 我们常常不是看到说 菩萨因为舍头目脑髓的缘故 以快速的时间 成败了三大阿森奇节的资粮 这是在很多的大圣经典 我们都可以看到吗 比如说 比如说 在波尔八千宋的最后面 不是有所谓的长替菩萨 遇到他的老师法称菩萨的时候 他是刚开始为了要见到他自粮 他是不是在自己的身体挖孔 燃烧 所以我们才会 我在猜我们以前 是不是有些什么时候 燃子共佛 或者燃身共佛 或者现在变成什么习俗 就是说 受菩萨戒的时候 他不是说戒八吗 真正的戒八的意思 我在猜 我在想说 应该是我们所谓的效法 像长期菩萨说 以身去供养善知事菩萨 可是因为我所知道的历史 是说以前在乱世的 那时候因为从唐之后到乱世 有一贯说五国 在梁国的时候有什么 因为他们很尊敬申众 所以申众不用去当兵 不用去战争 他很多人为了避开战争 就假出家 不用去行军 所以那时候的国王制度 是什么 所谓真正的戒八 所以他头上有 我们会有戒八的时候 所以你看为什么 除了我们汉地的僧众以外 别的僧众没有一个是有戒八的 别的缅甸啊南传啊或者 不要说同样是汉传的学法的 我所知道应该是日本韩国的僧众 都没有戒八 我们汉地的以中国的会有戒八的缘故 应该是说以前是为了要辨别 说谁是真生假生 真的生人跟假的生人 因为以前给的生人的时候 很大很大的尊敬也好 或者很大的便利来讲 不要说别的我们在印度以前也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我们的戒律经典里面就有讲到 他说以前的 在印度的话 生人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 是不用付税的 不用付税 他是免税的 他不用被克税 可是呢有一种是说 我们生人是这样偷盗 是什么 比如说假设我说 今天我的朋友他是要做商人 他做很大的买卖 他不会被克税 他说那法师你帮我带过去 你再买点我好不好 他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呢 我这个生人是破了偷盗罪 因为他整个来讲 这应该是要给国家的国库的税赢 和我说虽然我国王是给生人是特利了 说我不用付税 可是实际上这不是我的物品吗 这只是比如说我朋友说 为了要赚更多钱更多的利润 法师你帮我把他带过去这个地方 你再给我 假设我们是以这样子 我知道明知故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这就已经是在破戒了 不要说是犯戒 这已经是偷盗了 因为他是偷盗 因为这是应该要付给国家的钱 我们走了 有点算等同漏税的这个来讲的话 这个生人他是破戒了 不只犯戒当然破戒了 这是大偷盗的 因为他超过的时间 所以这个是从印度以前的历史 也对生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的待遇吧 或者礼遇说他们以前就不用付税 就在我们生人的戒经里面有讲到说 这个是不能做的 这个这件事情是不能这样做的 好 那我们下了比较大的圈子 所以汉地的出家中我们会来讲 应该是说他是为了要快速的累积之良的话 以前的话这个真正的意趣我在想 我所知道的历史是他应该是说为了要累积之良 效法像长地菩萨的一样这样子去燃身 可是应该真正来讲是长地菩萨说 如果我是以真正的发心或者恢复 只要我说出真实语他就恢复身体 那可是那个不是那么的容易了 可是因为到演变的时候是什么 汉地的这个戒巴或者手上的 应该来讲的话这个手上是共佛 可是以前出家中会有戒巴的意思是说 他是判定说是真生或者假生 可是这不是所有的僧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有错误的概念不能说 奇怪你怎么不是比丘啊或者说你怎么要戒巴 以前有这样 或者说我们看过以前太多的武林啊小说啊什么 或者说连续去什么少林生 怎么上面要有三排的九个戒巴啊 或者什么来讲 这只是应该来讲说自己的发心 或者说因为我们汉地的演变 使他变成说他有这个戒巴的风俗或者习俗 来讲和别的僧众是没有这样子做法 没有没有这样子的说要去燃烧自己的身体来讲的说 可是这就是代表什么说 在显教的大称的佛法 如果巴历文讲的都有可以在简短的时间去 可以缩短时间去成佛的话呢 各况是泛语的应该更有 和同样密称的主要的想法也就在这边了 因为我想说我们还没下课之前 他主要要跟大家提起的概念是什么 是因为也在这种乱世当中 很多人说要学密法或者有学 可是所谓真的密法是什么呢 不是灌顶啊 不是说不是灌顶 而是说灌顶是一定要的 可是不是我们现在这种仪式的灌顶 说好像我这边假设我这是宝瓶 我给你一点水 你这样我得到灌顶水 你什么你尝到甘露了 这个差很远的 这边所说的密称的所有的修法是什么 是因为他的普及心是极其发心的 比一般的我们显教所说的大圣发心呢 我们是不是讲到前面想要说 知母念恩报恩乐意词 我们想说大大圣就是所谓的大悲心 真上意乐我要成败的 还有我在求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说他的想法是说什么 因为我要帮助一切的如母有情 我要成了佛陀的果位的话呢 那如果我花三大阿僧奇迹的时候呢 这些众生怎么办呢 这个时间这么长啊 怎么办他们受苦的时间这么长 我不可能让我慢慢的来 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 我一定要想到最快速的方法 最短的时候可以来帮助这些 那唯一是什么 他是以这样的发心说我要来度夺这些众生 最快速的时候是什么呢 以这个为基础而去想说 我要怎么样快速可以累积到 三大阿僧奇迹的资量呢 我怎么样去累积这三大阿僧奇迹的资量 而可以一个快速累积三大阿僧奇迹的资量的话呢 他也要他的工具嘛 他要有个工具才可以来讲 你没有工具 你怎么你看连要缩短久节 他都是好像发愤徒长 要说要纵使我只有我是断手断脚 我要这样子去绕佛里 这样子的发心他去累 他可以舍头目脑随也可以的话呢 都是以这种大方方法才有办法去缩时间的话 那如果蜜秤在讲说三年三月阿 或者说即生阿来讲的话呢 应该要以这几个方法更为有能力的方法才可以说嘛 那这边来讲是说什么 他就讲到说是在蜜教里面讲到说 哦原始的光明嘛 最细微的这个心事 所谓的常狼尊者 或我们在讲蜜教的经典 他所说的原始的光明 原始光明他不是在讲说有个什么光阿 现实他是只能说什么 有一个最明测的原始的这个心 他在讲最细微的心事 这个原始是光明 原始光明是在讲一个心事 最细微的心事 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根本 以我啦 我这种人来讲是没有任何的知觉 他生起来也就好像扎眼下就过去了 可是逆秤的时候是什么 是以这个发心 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我们不忍众生受苦 他我要去成佛 这个作为我们的基础 推使呢 我要去以一个最有能力的 原始是光明的这个心呢 去圆菩提心啊 圆空性 快速的成佛 以这个短暂的时间 可以累积到圆满三大阿僧奇迹的知良 所以很多人是说 密秤不用讲三大阿僧奇迹的知良 他可以讲说 比如说他说 在密教经典说什么 他说如果守清净的三妹爷的话呢 最慢是十六四成 十六四就是今生有守清净的金刚三妹爷借体的话呢 最慢最慢十六四成佛 一般来讲是七四成佛 最快是三年三月 有时候即身成佛 再算有时候三年三月 他说以中大师的说法来讲 中大师阿底侠尊者来讲说 一坐当下就可以成佛 就是一坐念的 就是说从道次第的这样子 从最前面的 依止善之士归礼 一直到最后金刚圣的 密宗阿师弟广论里面讲的话 在一坐的当中就可以成佛了吗 这个来讲的时候呢 不是说不用三大阿僧奇节的智良 因为大家听到说 好像一坐当中 或者说三年三月当中就可以成佛的话呢 那我想到三大阿僧奇节干嘛 就不要了 可是不是 而是说这个说所谓的 一坐当中也好 或者三年三月来讲的话是什么 是要累积到 人家花三大阿僧奇节的所有的能力 自己都要累积到 没有到这个时间 你说你用三年三月 你圆满了十万个大礼拜也好 十万个百字民也好 十万个供水也好 十万个曼达达也好 这都等于是 有没有累积资料 一定有累积资料 可是这不是符合到 累积三大阿僧奇节的智良 就是人家可以用三大阿僧奇节的 所累积的所有的这个分量呢 等于要在一坐间 或者等于在三年间 或在一升间的时候呢 都要累积到圆满 这是一样的 所累积的智良的品质 或者分量呢 是要相同的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时间来算嘛 可是所累积的智良是要一样的 而所谓的很多人 好像认为到说秘圣是什么 就什么有一些加持啊 或者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来讲的话 有没有这些东西 当然的确有 有这些的方便 可是这是他的旁门啊 或者他的支分来讲 这不是他的本体啦 他的本体 或者他的实质是要做什么呢 他是讲到说我们刚刚讲的 他是以一个极其强大的菩提心 作为他的推使说 你看已经有一个增上意乐嘛 我要帮助这一切众生来脱离痛苦 可以帮助他的方法是什么 是成佛 可是你说 我发起这个发心到成佛当中 要三大阿僧奇节的时候呢 那是怎么可能忍受啊 就等于说好像说 我就把他放在那边 我自己想办法在三大阿僧奇节慢慢慢慢走 他不可能吗 真正的发起一个强烈的菩提心 他一定要说 我想破头脑也要想办法以最快的速度来去度脱这些众生嘛 就像说 有时候是我们说 应该说事件来讲 就是说 你已经欠了很大的债 你一定会想到说 我要以最快速的方法来还嘛 而不会说 我可以慢慢来 我只要有一天还完就好 一定要想说 我以最快速的方法 可是还到这个债 还是要到同样的数量啊 一样的 你用十年还到 假设我们是一百万 你用十年还也好 或你用一天的时间来还也好 还是要符合到一百万的这个数目啊 所以同样 要成佛的时候呢 不管是 花了三大阿僧奇节所累积的质量也好 或者说他是花了一生也好 或者三年三月来讲也好 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呢 他也是要累积到了 三大阿僧奇节的分量的质量 他才可以成佛 只是他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方法 从小秤都可以说 缩短时间的时候 更何况是大秤的闲教 而到密秤来讲 所以所谓的密 不是说他有什么的 好像不能说给人家的方法 而是说很多人不适合 不能走那个捷径 有些人就是不能 等于说什么 好像我说 我们所说的捷径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的捷径是要翻山越岭才过去 很多的坚心才过去 那普遍的人 你就说你慢慢走这个频道 慢慢走慢慢走 他比较能接受吗 你要马上说你要爬他翻山道道 让他翻过去 很多人会听到说我怎么受得了吗 那你就跟他讲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 说这样子这样子慢慢慢慢走 而可是你说你不能翻山越岭吗 可以啊 你又翻山越岭 可是这是少数的人 少数的人才有这样的 而不是给所有的人的方法 那密秤等于就是说 什么是说 以初步的时候来讲的话 有些人初步来讲 不适合用这种方法 他是先慢慢慢慢的培养 慢慢的培养 他再去做 所以密秤的时候 他这个密 不是代表说 好像我们不能 不允许跟人家讲 或者要讲 而是说 这不是公开 适合所有人的方法 不是适合初学者用的方法 这是要之后的再 再慢慢的引导 而不是说马上就弹开来 人家说有这个快做方法 你为什么不一次就跟我讲的 他是有见识的 同样 在我们学法的阶段也是吗 有些人是说 常常有人问 就是说 如果龙树菩萨的见解是最圆满的 那我为什么还要从毗伯沙中 经部 为师 到中观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 就马上可以接受到中观的见解吗 到为了要引导 慢慢慢慢可以引导到可以到接受中观的见解的时候呢 他中间有所谓的 有些人是用毗伯沙中的见解 有些是用经部中的见解 有些是用为师的见解 有些在中观的时候也还有用秩序的见解 有些是用印尘派的见解 他一一一一一一的是为了说 帮助在同的时段需要不同的法的人类 一一一一一的来讲吗 所以他们说 在龙树菩萨的中观保慢论来讲说 就是因为佛陀有些人有一个辩论来讲说 佛陀那时候有时候人家问问题他完全不理人 不回答 他人家就说 那佛陀不是一切智吗 怎么 为什么有人回答他不回答 那龙树菩萨在他的中观保慢论就说什么 他说佛陀这个不回答 才代表说他是 才是一切智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问的问题他说是 问人家说有没有我 他是问佛陀说我成不存在 我成不存在 他佛陀不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他问的这个我成不存在 他是说有没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我 有没有一个永恒的这个我来做 你说他说没有我的话 这个人会说 如果是没有我 那我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佛陀也不能跟他说是没有我 因为他会说 如果这没有我的话 那我活着有什么用 到底我为什么要在这个人世间上 这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如果你说就有说有我的话 那他的认知 所谓的我是什么 有一个永恒常住的这个我存在呢 他在说是也不是 说不是也不是 那不如在这边 他不回答的时候 这个是他的